行政長官梁振英休假 但一班親建制人士 不能因此而休息一下 人大常委會法公委副主任張榮順 一連兩日在深圳講政改 兩場加起來有500人參加 不過聽起來似乎沒有很重要的新指示 參加的人主要是地區人士 第二場研討會 由梁振英的法績陣地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主辦 不過沒有因此多了政界大人出席 出席的人都是以地區人士 和梁振英的左右手為主 當中有高靖茲和劉炳章 同一時間在特首選舉當中 落敗給梁振英的唐英年 舉行了江蘇社團聯會的承諾典禮 中環西環的官員和政商界人士 當中有很多人給免出席 這個總會是由唐英年做創會會長 班底包括不少商界猛人 有吳光正、鄭家純和林建岳 亦有何柱國和李國寶等人出任榮譽會長 連外國人聖志文都是名譽顧問 唐英年解釋 加入總會不一定是需要組織江蘇 和當地有商貿來往都可以加入 唐英年見記者時 否認成立總會要成為特首的做王者 但就說香港有幾十萬江蘇人 若果2017年真的落實普選 這個總會亦會是票倉之一 不到做王者的話 唐英年會否捲土重來自己做王呢 唐英年一口否認 就說沒有這個可能性 還說期望可以落實普選 到時自己都可以有票頭董 香港傳統有兩大社團 包括廣東社團和福建社團 因為國家主席習近平長時間在福建工作 所以福建社團近年在建制派的圈子當中 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反觀包括江蘇蘭在內的上海幫 近年的影響力明顯不及往事 有政界人士跟我們說 為了重振當年勇 亦都是成立江蘇總會的另一原因 其實上世紀 很多人都在香港成立一些同鄉會 其實主要的目的 就是一班鄉親走爛來到香港 想大家可以有個照應 其實香港現在都回歸了17年多 國家亦都是強大崛起 不過香港的政治氣候那麼特別 成立這一類的同鄉會 其實都有他們自己本身的實用價值 在這裡 中國的法國民體 香港有能力 還有另一個人教師 中國的法國人 也很umn… 很無論是